十年四千多场的演出 扎实的基本功让张九南有了丰富的舞台经验 而他独特的演出风格也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欢 舞台上怼观众 怼服务员 台下怼师兄弟 怼天怼地的性格也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之为疯狗 在怼的同时也让张九南得罪了许多人 粉丝们也非常喜欢跟他开玩笑 在别的演员车被贴条时 粉丝们都是纷纷过去提醒 到张九南的时候 粉丝们却是举着手中的相机 记录被贴条的时刻 而在今日张九南的车再次被提及 不是因为贴条 而是因为车胎被扎 12月3日 张九南在线发文求饶 希望自己的车胎不要被扎了 还直接圈了12个德云社的演员 向对方求饶 除了自己的几个队员以外 还有德云社的上九熙 杨九郎 李赫东 甚至还有德云社的大倍师爷谢金 大家除了对张九南同情以外 也不禁好奇张九南在德云社还有朋友吗 半个德云社都成了怀疑对象 看到张九南 首先想到的是长龙 网友们也是乐了 看来张九南还是知道 自己把长龙欺负的太狠 心里边有点虚了 在张九南的这条微博底下 大家给他的回复也非常好笑 樊潇唐称 别乱说 我就扎了一次 师爷谢金称 我还找电瓶呢 谢金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用来赶厂子的电动车 被人偷了两次电瓶 而队长张赫伦则是直接对他说 多来队里演出吧 要不然下个月还有 张九南可能也是听了队长的话 不仅演出还早早的来到剧场 看着自己的车生怕再被扎了 不过大家都分析 张九南这个车胎被扎 应该不是谁的恶作剧 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开玩笑还是有分寸的 张九南可能确实是倒霉 车胎被钉子之类的义务给扎了 他发这个微博也就是吐槽一下 为杂卦提供素材 队长夫人在舞台上杂卦 四个轮胎全被扎了 这是我们披子上的演员 等一下啊 你再说了 发这个话 不拍啊 四个轮胎才被扎 讨厌啊 丢人啊 把他们死了 德云社是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 谁有了困难 大家都会伸出援手 怎么可能会落井下石呢 正所谓 德云一家亲 正是这种氛围 让大家都喜欢德云社 喜欢德云社的演员 张九南其实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就借着自己的倒霉事 给大家找点乐子 为相声杂卦提供素材 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 也是值得大家鼓励了